哈囉,你好,我是Frank,你的飛行夥伴 航空無線電,民航比試解密 你想要成為飛行員或是航管人員嗎? 那陸空通信這一顆就是你得要通過的學科項目之一 好消息是,題庫跟答案在民航局官網上都有 然後,其實也還算蠻簡單的 壞消息是,就跟任何升學或者是證照考試一樣 你還是得下功夫啦 在這一集,我們來看看CPL商用飛行員的陸空通訊 這個不論是資訊或是培訓,反正最後你一定會遇到的 它在民航局官網裡面,進去之後點人員檢定 然後選學科檢定,各類航空人員學科檢定題目範例 航空即駕駛員,簽派員,及飛航管制員學科檢定這邊 進入了這個畫面,就是所有筆試的題庫跟答案 那我們點飛機商用駕駛員檢定CPL裡面的A26 陸空通信,直升機商用飛行員也是一樣 在開始之前,如同你要操作飛機上的無線電一樣 總是有幾個按鈕,你要先按嘛 這時候趕快按下讚、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 筆是這種東西,一方面你對這個科目總是要一定程度的知識 但另一方面也是要運用一些考試技巧 因為題目跟答案是死的,在考試只有得分跟不得分 但是你要知道在實際飛行上面,筆試的問題與答案不一定百分之百適用 但你的目的是通過筆試嘛,所以也不用想太多 那我這邊來跟你分享一些題庫裡面的 一邊講解讓你比較知道說為什麼答案是這個 當然有少部分是很難解釋的,那就不用想太多 直接記答案就好了 我們直接來看喔 飛行員遇到速度或高度輕微變化,因回報遭遇何種亂流 A.輕度抖動 B.輕度亂流 C.中度亂流 答案是B 因為題目基本上就是把輕度亂流的定義講出來了 A的話,速度或高度也許有輕微變化,也許沒有 那C的話,就看下面這一題 飛行員遇到速度或高度變化,但飛機仍可維持控制時,應回報遭遇何種亂流 A.輕度亂流 B.重度亂流 C.中度亂流 答案是C,因為基本上是中度亂流的定義 那B.重度亂流,則是速度高度有更明顯的變化 飛機控制困難,或者是有可能短暫的失控 何人具有拒絕或接受落地後暫停等待程序許可的最終權利 A.塔台管制員 B.航機擁有者、操作者 C.PIC 答案是C PIC Pilot in Command 就是機長 那落地後暫停等待英文是Lang and Hold Short 簡稱Lock Short 的意思就是在有些機場 它的跑道跟跑道的交叉路的部分 飛機降落要在交叉處之前停下來 同時間在Link的跑道的飛機才能起降 但飛機降落的距離就變短了 能不能做就要看飛行員評估 那這個基本上也是回答了下面這一題 在何種時機飛行員可以拒絕接受落地後暫停等待程序許可 A.和飛航安全相充足時 B.當跑到張屋時 C.在塔台同意下 答案就是A 這個是最通用的答案 B可能是飛行員的考量因素之一 所以不能算是錯誤 那C是這樣 飛行要不要接受落地後暫停等待 不需要航管同意 但如果一樣遇到航管認為跟飛安國衝突的時候 航管可能也會給飛機其他的指令 例如取消或延後落地許可 維持標準轉彎 則轉360度需要 A.1分鐘 B.2分鐘 C.3分鐘 答案是B 為什麼 標準轉彎的定義就是 飛機轉彎的時候 航向改變是每秒3度 所以轉360度要120秒 就是2分鐘 簡單吧 夜間遭遇發動機失效時 首要考慮的因素之一為 A.關掉所有電器開關以節省電瓶使用 B.計畫在沒有任何燈光的區域執行進行降落 C.飛往有照明的公路甚至高速公路進行落地 答案是B 但這是考試才寫B 實務上不一定喔 為什麼 首先這個問題假設的是單引擎的飛機 引擎故障才要破降 如果是多引擎的飛機 就還能飛嗎 那A.不對 因為你在破降過程 飛機還是需要電力嘛 至少燈光無線電 總是還是要開著吧 B.的話 我只能說 考試選這個 但實務上 你從天空看沒有任何燈光的地方 烏漆漫黑一片 你怎麼知道下面是什麼 有可能是一片草原或沙地 但也有可能是水、森林、山坡地 或是有高壓電線 那落下去你覺得會怎麼樣 那C.落在高速公路 YouTube上是有一些這種案例沒有錯啦 但是也不見得一定是個好的選擇 主要是高速公路或是一般道路 它旁邊都有很多路標 電線桿、電線這些障礙物 再來就是陸地上有車、有人 因為你的破降造成交通事故 最後一定算到你飛行員頭上吧 雖然說 破降當下 飛行員你的優先任務是 你飛機上面的人的安全 但緊急狀況處置的處置權 Emergency Authority 並不表示說你飛行員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然你去看沙地機長那個例子 他幹嘛不落在漫哈頓的馬路上就好了 他幹嘛落在河裡面 下一題 夜間執行緊急落地時 首要考慮的因素之一為 A.可能的話選擇有人煙地區附近落地 B.不使用精液落地 以維持機首潮上的姿態 C.關掉所有電器開關以節省電瓶使用 答案是A.但跟我剛講的一樣 考試選A.真實狀況不一定 那這一題B.也是錯的 精液減少你的時速速度 落地速度跟距離 可以用的話通常去用 那C.就跟剛講的一樣 收到航管許可後 飛行員不得違反許可 除非A.請求改變許可 B.在目視操作條件下 C.行管已經同意新的許可 或是遭遇緊急情況 答案是C.那A.不算是錯 行管給你的許可或指令 有什麼問題 你當然可以跟他講 然後最後要不要做 還是飛行員你決定 那B.有一點答非所問 就好像話講到一半而已 在機場管制服務的呼號 最後名稱是 A. Control B. Apron C. Ground D. Tower 答案是D 因為A通常是指空域管制那些的 B.跟C.是管機場地面 飛機車輛那些活動 有些機場有 有些機場沒有 那D.塔台至少是管飛機起降 有些機場也管地面跟停機坪 當要做一個緊急迫欠情況呼叫時 首先所使用的頻率為 A.最寧近的雷達服務頻率 B.正在使用的頻率 C.國際緊急危難頻率 答案是B.這個是最有效率的選擇 A.跟C.也是可以用 只是通常會先用B.不僅的話再用A.或C. 因為緊急狀況分秒必爭 所以先從你已經正在使用的頻道去求救 理論上你在5000英尺上空 可以接收到多元的VHS訊號 A.85海里 B.120海里 C.71海里 D.9海里 答案是A.你只要遇到這種 類型的問題 就用這個公式 距離海里等於1.25乘以高度因此的根號 所以這裡你可以看到 算出來的距離是88.38海里 所以答案就是A.選最接近的 那為什麼A不是88海里 這個要問出題目的人 我也不知道 但實務上 VHS訊號接收有很多影響的因素 例如中間有沒有障礙物 無線電的寡特數 還有兩關天線的位置在哪裡等等 3500英尺的無線電通話用於 A.3500 B.3500 feet C.3500 feet 答案是B 這個例子是在講高度 那就是把千和百的單位講出來的 但如果是其他的四位數 例如巡達第一電碼 3500 那就講3500 當駕駛員在儀器飛航下被雷達引導 而無線電失效應做何處置 A.應直接飛向儀器飛航計畫下1點並繼續飛行 B.轉電碼7700爬升至雲上目視 C.直接飛向定位點、航線或引導許可之指定航線 答案是C.那A只寫出了處置方法的其中一種而已 所以C是比較對 那B本來就不對 電碼不應該是7700 如果是無線電失效的話是7600 通過航管許可限制三分鐘以內 且未獲得航管進一步指示時 飛行員應做何處置 A.假設通話失效並繼續進場 B.保持巡航速度計畫待命等待航管指示 C.減速至待命速度準備待命 答案是C.但實務上也不算是100%正確或是回憶的答案 實務上你的第一個處置應該是主動叫航管 讓他知道說你需要下一步的指示 那A不對 因為這個還不構成通話失效的要件 那B也不算對 因為如果你要待命那減速是正常的 這個是假設你目前的速度超過待命速度 如果你本來就飛在待命速度以下 那根本不用減速 在地面上無線電測試正確的呼叫方式為 答案是D 也是會聽到 那個就是比較江湖的說法 大家也是聽得懂 但標準就是D 你在收到Standby on 108.9 for Tower 後的動作是 A.換到頻率118.9後直接聯絡塔台管制 B.換到頻率118.9後等待塔台管制主動聯絡 C.在現在的頻率等待塔台管制聯絡 讓你知道他何時準備好 答案是B 那這個還有另外一種講法就是 Monitor Tower 118.9 你要做的動作是一樣的 如果是A 他就會講Contact Tower 118.9 或是Contact 118.9 for Tower 那C就是錯誤答案 機場坐位時由HGA縮寫 意思為A.作業時間從日出到日落 B.作業時間從日落到日出 C.作業時間為全天候20小時 D.只在特定時間內開放 答案是A 我先講為啥不是BC和D B就是指晚上 縮寫是HN hour of night C就是H24 hour 24 D就會寫時間例如0900到1700 那A是白天馬 Hour of day 為啥是HA 我也不知道 你就記得是HA就好啦 坐舱通話記錄CBR 及飛航資料記錄FDR的內容 僅能用於何者用途 A.誰因為事故或意外負責 B.民事賠償或認證的證據 C.造成事故或意外的可能原因 答案是C 但我可以跟你講 真正答案是B 以上皆是 不相信你看看過去重大交通意外事故後續的發展 你就知道了 哪一屆後面是沒有一堆法律訴訟的 究責跟賠償的 沒辦法 現在世界就是這樣子 何種狀況為最早可宣告為緊急狀況的時機 A.任何時間飛行員懷疑該情況以嚴重影響飛鞍 B.油量或天氣的因素需要航管優先 C.航機已發生火警、機械故障或結構受損等重大損害 答案是A.這個很清楚 那B.還不算是緊急狀況 C.是緊急狀況沒錯 但他只列出這三個狀況而已 意思就是說包含但不局限於這些而已 所以跟A.比起來 A.算是比較通用比較好的答案 當執行同時進場 Simultaneous Approaches 飛行員會如何收到Radar Advisory A.塔台波道 B.Approach Control波道 C.一架在塔台波道 另一架在Approach Control波道 答案是A.為什麼 不要看到關鍵字Approach 就以為是B或C 同時進場通常是指 機場兩條平行的跑道 兩邊都有飛機同時進入五邊 Final Approach 那通常在Final Approach 就會交給塔台去管了 Approach Control通常是 管在那之前的階段 OK 航空無線電 民航比試解密 就介紹到這邊啦 要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們喔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飛行專業資訊 推薦你可以聯絡 航發協會ACDA 在台北、台中、高雄和線上 都有課程可以進修 讓你更進一步實現你的飛行夢想喔 祝你飛行愉快 或是考試順利 我們下次見 掰掰